欢迎收看金牌特派 2023年3月17号 韩国啦啦队员李多慧 宣布加盟台湾中华职棒 乐天桃园的啦啦队 背号82号 掀起了一场李多慧的旋风啊 代言广告加上圈粉无数 魅力不输给艺人明星 同样的 在韩国体育赛事拿到好成绩 光环就和明星一样 受到了民众的追捧 韩国女排的当红选手李多英就是这样 她不只在比赛中表现出色 还擅长跳舞 常常在比赛胜利之后 在球场上展现她的舞蹈技巧 加上清纯可爱的外表 俏皮活泼的性格 都让李多英拥有大量的粉丝 被封为国民女神 尤其是和双胞胎姐姐李再英 组成的排球姐妹花 更是吸睛 就在迈入人生巅峰的当下 却因为校园霸凌和家暴丑闻 从人见人爱的国民女神 沦落成为人人喊打的女魔头 李多英的故事 要从1996年开始说起 说到了家庭 李再英 李多英双胞胎姐妹 出生于1996年 父母都是非常出色的运动员 父亲叫做李周九 曾经是国家队的练球名将 母亲金庆熙 是女排主力 代表了韩国参加了汉城奥运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李再英 李多英的姐妹 从小就展现出卓越的运动天赋啊 尤其是在上学之后 学校的运动会中也常常能够看到姐妹两人的身影 各种奖品拿不完啊 母亲认为两个女儿非常适合练排球 就在她们练高中的时候 开始亲自培养 两姐妹果然也在排球方面很有天赋 甚至开始超越了母亲 从她们身上 似乎能够看到自己过往的身影 妈妈也相当有信心 自己的女儿一定会登上更大的舞台 机会也很快就来了 2014年 亚运会在李多英的家乡仁川举行 李多英和姐姐一同入选的国家队出征 这是姐妹两人第一次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尽管从来没有比赛的经验 但是姐妹两个人的配合 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韩国队一路的过关斩将 最后拿下了冠军 李多英她也获得了职业生涯 第一面的金牌 比赛回来之后 两个人都选择参加了职业排球的选拔赛 也顺利进入了职业球队 姐姐李再英加入了新国人寿的排球队 成为主攻手 而妹妹李多英 则是选择加入水源现代建设的排球队 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担任举球员 所谓的举球就是在排球比赛当中 将球传给攻击手的人 也称为二传手 是球队重要的存在 也是队伍的核心啊 不管多烂的球 他都要完美的修正给攻击手 2015年这个球技 是姐妹两人彻底起飞的一个球技 高超的技术 还有甜美可人的外表 让两人成为当红球员 尤其是姐姐李再英 更是一举获得了最佳新秀奖 2016年 姐姐李再英 又是率领了队伍 拿到了冠军 获得MVP的殊荣 也就是最佳选手 如果只是这样 两人的名声 就只是到这里而已 远远达不到受万人追捧的地位 直到2018年 两人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巅峰啊 这一年 李多英和姐姐再一次入选的国家队 参加世界排球联盟 姐妹两人同时先巴登场 彼此心有灵犀 加上从小一起训练成长 让两人打球越来越有默契 在最后的一场比赛 成绩落后的情况之下 姐妹两人一鼓作气 一举拿下了15分 帮助了国家队拿下了铜牌 而经过这一场比赛 姐妹两人彻底打出了身价 也让无数人看到 姐妹花联手的威力啊 于是到了2019年 姐妹两人想要转到同一队来比赛 球队是当然非常的欢迎啊 毕竟任何地方 姐妹花都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梗啊 李多英她也顺利达成了心愿 李多英俏皮可爱的性格 能够帮助球队炒热气氛 常常在场上热舞 有时候跳得高兴 还会拉着姐姐一起来跳 这种长相甜美 又会跳舞的选手 观众喜欢啊 一般大众也喜欢 而这一股李多英的旋风 让她成了国民女神 满满的人气 各种广告代言 一个接一个 综艺节目更是邀约不断啊 成为一位备受瞩目的运动员和明星 拥有大量的粉丝 每当她要来参加比赛 观众席总是挤满人 难以买到门票 就在人气如日中天的氛围之下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在这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 隐藏着什么样的黑幕和不堪啊 让国民女神在一夜之间跌落神坛 2021年的某一天 李多英在和网友互动的时候 说到自己在球队 曾经遭受过前辈的欺负 难过到快要活不下去了 说白了 就是影射自己的队友 也就是前辈金阮景欺负人啊 这个话题一下子点燃所有人的怒火 要知道在韩国啊 霸凌是永远都无法原谅的禁忌 任何人只要跟霸凌沾上了鞭 都会瞬间迎来大量网友的踏拔 更何况这受害人还是国民女神啊 不仅粉丝生气了 连社会大众也不能接受 让金阮景被骂翻天了 没有想到过几天 整起事件却又出现了反转 首先说到了金阮景 身高192公分 是韩国女排最高的选手 除了曾经在奥运拿下了好成绩 更有排球天后的封号 她在事件的当下选择默默承受 不过突然出现了一名 自称是两姐妹的同学留言 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这则留言她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你遭受过霸凌 问号 难道你忘记自己曾经在学校 做过什么事情了吗 问号 这名网友还透露 两姐妹在校园期间 曾经霸凌同学 甚至拿刀威胁同学 粉丝们第一个反应 不可能啊 我们的女神怎么可能霸凌同学 一边说这名网友污蔑 一边询问李多英 她的真相是什么 没有想到的是 在这个关键时刻 李多英竟然选择沉默 接下来有一段时间 越来越多人站得出来 说曾经遭受李多英 李在英两姐妹的霸凌 一时间网友和姐妹两人的粉丝 吵得不可开交 网友认为霸凌是不可原谅 但是粉丝们还是相信 李多英李在英 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开始有人直接站出来指控了 校园霸凌事件是真的 甚至还被要求 帮两姐妹洗内衣 不听话就会被殴打 越来越多人站出来 而根据统计 站出来指控的人 多达40多人 校园霸凌的风波还没平息 李多英又被媒体踢爆 不但隐瞒已婚的消息 甚至家暴丈夫 把丈夫打到生病 还在接受心理治疗 太劲爆了 网络又再度的炸锅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名自称是李多英老公的男子 他站得出来 他说了 他是传媒公司的业务主管 和李多英是在广告拍摄的时候认识 两个人交往不到三个月 2018年4月就闪电结婚 但是考虑到李多英的事业生涯 两个人一直对外界隐藏结婚的事实 以为这个结婚是幸福的 没有想到却成了噩梦的开端 李多英的脾气非常暴躁 稍微不顺他的意 就会大发脾气 除了骂人还会拳打脚踢 有些网友怀疑 李多英是个女人 怎么可能打得过男人 要知道 李多英她不是平常人 是个专业的运动员 身高将近180公分 身体也非常的强壮 和一个身高体重差不多的男人 一对一绝对占上风啊 先生也说了 李多英在婚后好几次外遇 当着自己的面偷吃啊 根本无视自己的存在 女方还会说 我还要玩还要找男人 在外人眼中看起来乖巧可爱的李多英 私底下她就是一个女魔头啊 婚姻只维持了四个月就分居 协议离婚 姐妹马上在社群上面传了手写的道歉文 但是来不及了 还有民众到七瓦台请愿 要求要严惩 球队也做出了回应 对李在英 李多英进行了全面封杀 永远剔除两人的运动员资格 还被国家队除名 电视台也将两人演出的综艺节目片段都给删除了 这个时候姐妹两人已经变成了过街老鼠 根本没有容身之地 只能远赴希腊和罗马尼亚打球 薪水也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 人气也大不如前 这是国民女神李多英 跌落神坛的故事 听完是不是有很多的感触啊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最后 记得订阅台湾大搜索频道 按赞 留言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见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全校的角 ajust 十字幕 Gorilla 是经验的 享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